每到炎热夏季 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玩水消暑 暑假又快要到了 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进行水上活动 或是三五同学降约到海边细碎 为了宣导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消防局和体育局特别举办了 桃园市水域治救观摩和宣导活动 希望借此让大家了解水域活动安全的重要性 希望说好在暑假 那民众很多会参与水上的一些活动 那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水域治救宣导 让市民朋友可以如果不小心真的遇到溺水事件的时候 可以知道怎么自己保护自己 然后治救以及保护其他身边的人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 可以让市民朋友们有更安全的一些运动观念 消防局中路分队在桃园夜路生态皮躺进行演练 让大家知道如果在玩水吸水的时候 遇到落水或溺水该如何治救 所以在这边就是呼吁大家就是吸水的时候 一定务必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然后记住那个防腻的五步骤 叫叫声抛滑 他第一个叫就是大声的呼救 然后第二个叫就是我们赶快打电话给119 118 112 然后声的部分就是请大家可以抛出我们的手边可以拿到的救生圈 或者是说一些蚕竹竿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做一个按上救生的动作 然后抛的部分就是可以抛出我们的救生圈 或者是可以利用的自制的扶具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衣服 或者是用裤子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自制的扶具 然后滑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利用手边有的大型的扶具 然后来做一个滑向那个逆者的一个方向 天气炎热玩水吸水不可避免 但要随时注意自身安全 牢记旧逆五步防逆十招来保障自身安全 记者东云飞桃源采访报道